嗨 欢迎来到Float with Katie 凯蒂瑜伽 今天是我们早晨瑜伽的练习 那在开始练习之前呢 先来回答一下大家关于早晨瑜伽的很多疑问 那最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到底要先吃早餐再开始进行我们的瑜伽练习 还是说应该要练完以后再吃 那这个问题它其实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那大家可以试试看自己的 比如说你先喝个豆浆啊 喝牛奶 然后或是吃一点水果 然后直接练习 或者是说你可以尝试先喝一杯水 然后进入你的练习 那你可以比较一下说 当你吃一点点食物的时候练习身体有什么感受 那或者是你也可以空腹的时候 然后进行结束练习以后再吃东西 那你可以每天都试试看 然后你一阵子以后就会找到自己的balance 然后你会觉得说 哦 这就是最适合你的状态 好 那我们就一起开始今天的练习咯 好 我们首先先来到婴儿室 我们让你的脚大拇指碰在一起 然后膝盖微微打开 好 屁股往脚跟座 手往前延伸 让你的额头贴向地板 好 我们先在婴儿室感觉一下自己的呼吸 身心感觉你的后背扩张 吐 身体慢慢往下沉 再一个吸 感觉肌脚 感觉你的脚跟脚跟坐更多 拉长你的下背 好 我们再三个深吸 深吐 吐 最后两个深吸 慢慢吐气 好 我们最后一个吸 吐 下一个吸气让我们圆背起身 我们准备到四足跪姿进入猫牛室 好 按着手指头张开撑到最大 把手腕肩膀对在一条线 然后让你的膝盖骨盆一条线 好 你可以选择脚指头点地或是脚背贴 好 然后准备好你稳定的下半身以后 把肚子往内收 好 我们先从吸气开始 把肚子往下放 胸体 视线往上 吐气的时候 微股卷 肚子收 背拱高 好 把视线看往你的肚脐 再一个深吸 放肚子 胸体 视线往上 吐 微股卷 肚子收 拱背 好 我们再三个吸 好 持续感觉你脊椎的活动 慢慢吐 好 我们最后两个深吸 深吐 深吐 好 最后一个吸 好 让你的身体跟着呼吸 吐 好 我们下一个吸气回到中间 好 让脚趾头点向地板 膝盖离地五公分 好 离地十公分 好 把屁股往斜后方延伸 让肚子跟大腿黏在一起 背拉长 好 脚踮高 好 吐气的时候往下踩 好 我们来到下犬式 左右脚动一动 轮流踩你的膝盖 轮流弯膝盖然后踩脚 好 感觉后腿筋比较紧的话 你可以多踩几下 然后我们再把脚垫高 肚子收紧 把你的脚跟往下 好 感觉一下 微股往天花板 然后下腹部收紧 好 我们下一个吸气脚垫 重心往前来到平板式 好 然后你可以在平板 微调一下你的手脚距离 感觉一下你的手腕跟肩膀在一条线 然后脚跟踢向一面墙 感觉肚子收紧 然后腿后侧也启动 好 吐气的时候 抬屁股来到下犬 好 我们下犬跟平板式 会在差不多的长度里面 然后再一个吸气脚垫 来到平板 吐 回到下犬 吸气脚垫 平板 吐 回到下犬 好 我们最后一次吸气脚垫 来到平板 吐 下犬湿 好 我们下一个吸气 慢慢跪回到地板上 好 那我们将进入我们骆驼式的练习 好 骆驼式是一个 我很喜欢在早晨进行的动作 然后因为它可以打开你的肩膀 然后让你的胸充分的往前 好 那我们会跪在地板上 所以如果你的膝盖比较容易痛的人 你可以把垫子折厚一点点 然后或是拿你的毛巾垫在你的膝盖底下 好 准备好以后我们把膝盖跪 好 然后我们先让你的脚背贴地板 或是脚趾头点都可以 好 然后我会比较建议初学的同学 我们点地板会比较容易稳定你的下半身 好 我们深吸的时候胸提 好 吐气的时候感觉屁股往后 好像要坐往下一样 好 那我们再一个吸气 胸提屁股往前推 感觉你的腿前侧用力 好 那我们把肩膀往后转三圈 一 二 三 好 我们现在转我们的左手 掌心朝外转三圈 一 好 吸气的时候往上吐气往后转 好 我们最后一圈 好 那我们换右手 一 二 三 好 那我们现在让你的手来到你下背的地方 胸往上提 肩膀往后转 然后保持你腿前侧的力量 然后让胸持续的往上打开 好 我们准备转两只手一起往后 好 学试看抓到你的脚跟 好 抓到了以后我们再次把你的腿往前推 胸往上 好 感觉气吸到胸口 好 我们停留三 二 好 我们最后一个呼吸 好 那你可以选择撑着下背 慢慢回来 好 然后吐气往下坐一下 然后我们等一下会进行第二次的练习 那像在刚刚的动作里面 如果你两只手一起往后画大圈 对你来说比较困难的话 你也可以先做一只手 那我们第二次试试看一只手 好 先慢慢带起来 来到你的骆驼式 肩膀往后转 胸体 往前推 好 我们先让右手留在你的屁股 还有或者你下背的地方 然后我们转左手 好 我要大圈往下 好 放到你的脚跟 然后胸往上推 好 感觉你的呼吸 二 一 好 慢慢带回来 好 记得做完左边也要做右边喔 所以做单边的同学的话 记得就是左右换边 那如果你是两次都可以进行手往后练习的话 你也可以试着把你的脚背往下放加深你的后玩 那就结束今天我们的早晨练习囉 那大家如果有任何疑问都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我们下次见 记得订阅按铃铛喔 拜拜